半导体展将在即 有哪些股票蓄势待发呢 好那像半导体台积电的 相关设备厂6187的幻论 这档股票营收成长300%以上 那现在股票在380附近 那这个目前持股力会续报 那空手你就低接 那正在做整理 那像这个3583的新云 那今年营收也成长有42% 那这档股票你就不用急的追 要低打低接 那红售这档3131的红售 今年营收也成长有11% 那你这个就是 它在2000块以下你再买 那2000块以上就暂时不要追 这些股票你都可以来留意 欢迎收看财经急诊室 我是主持人庆恩 我们今天邀请到 华信投过的许江振分析师 许伯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博粉大家好 好在节目开始之前 我们先恭喜老师 有三个股票是涨停板 谢谢谢谢 等一下会说明 好那我们先说台股金就是跳空涨停 那半导体国际展在9月4日将登场 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议题 那有没有哪些相关概念股 它将可以好好的布局下呢 问得好 那半导体展快到了 9月4号 上个礼拜机器人展 机器人展我有去看过 半导体展我们现在来的半导体展 会带动哪些股票有行情 好那这些股票如何操作 那再来就是说你如何选股选到涨停板的股票 刚刚主持人讲的涨停板 等一下我来说明 好那现在你看这个台股 这个加点指数今天又涨上去了 是 那现在正在季线附近 没错 指数在季线附近 那看起来今天是反弹了很多 但是好像也力道有一点不太够 那为什么因为台积电也没有很强嘛 是 你看台积电这个960这个也没有站上去 那就在955 957附近 那它如果能够站上957 958也算是960到了啦 是 那它能够站上去的话台股就会稳一点 那现在就稍微再整理一下 这个稍微整理一下的力道 这个我们这个半导体展如果来了之后呢 就会带动半导体展 带动个股 像台积电也会受到这个的激励 那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是台积电今年 资本支出有增加吧 320亿美金 所以它相关的概念股 都会受贿 像是哪一些概念股呢 像这个6187的万论 这个6187今年营收1到7月已经成长325% 3倍 好厉害 3倍 那你看 现在那股价已经涨到 不像话了 涨到被管制了嘛 你看 现在都是要分盘交易 那你看它那个股价现在正在 370-380附近 上一个高点是379.5 那一旦这个突破380了就还会有新的破断 所以你是持股者你就续报 期待一下 是啊 空头不要急着追 因为它现在正在这里整理 那当然它的营收好 所以你的 这个股票就是好股票 可以续报 好 那再来看还有没有哪一档 我刚刚讲是涨300 营收成长300多 300多% 3倍 3倍的 那这个是 营收42倍的 哇 那它这个是 刚刚的万论是 半导体封测设备 是 那这个是半导体的 失智层设备的研发 那等一下我们会讲 半导体失智层设备的 这个 红送 那这一档 好 这个 新云 新云 我刚刚讲是 成长力是12% 对 那它你看它现在也是在这个 485 最高是485 那就在470附近 那有一点点 稍微比较弱一点 所以什么意思呢 就是 它如果能够短线拉起来 冲破485 那就转强 是 那如果没有 那你就不要急着追高 那它这个 目前的动能稍微弱一点点 那没有关系 因为它还是 如果半导体展来了 它有利多就可以带动它上涨 是 所以这一档股票你就这样的操作 好 那刚刚是成长40%了 对 那我看 刚刚讲是红瘦这一档 这个是半导体私自成 刚刚新云是半导体私自成设备的研发 那这个是 设备 直接就生产设备 台积电用 那你看它现在股价在2000块附近上下 那注意它2000块上去就有卖压 那上一次高点2090 那今天又来到2090 来到2090以后就有人在空 就杀下来 所以今天就在2000上下坡洞 不过它在2000上下坡洞 还算是强 也就是说 它还是短线长是强势股 是 刚刚讲营收它是成长11跟10 10到11%之间 我们刚刚从 万论的三倍 对 新赢的是12% 这个是10% 不过那10%就已经很多了 那你看它现在2000块这不行 那你看这档股票 它现在 虽然在2000块这边 那上去就有卖压 上去都有卖压 如果你是持股者那你续报 那空手者你不用急着 再2000块 2000块以上 因为2000块就有人会空 会卖 那你1000块以下 2000块以下 你再来 考虑一下 2000以下 你再来考虑 不用急 不用急 它如果能够突破 原来的高点2090 那突破会还会再拉回来 所以你不用急 好不好 这档股票你就是这样操作 那你是长期投资者 那你就目前都是放着 因为 它还是持续在成长 是 那还有这个 下一档 刚刚是涨10%的 那这边还有一个30几%的 涨36% 营收成长36% 不过它就没有那么强 所以这档股票 你就再看一下就好 先不急 那现在就是说 最重要的是选股 如果选到涨定版 刚刚主持人讲三档涨定版 你要不要 今天就三档涨定版 这个是 左边这个 是上个礼拜我 铺给大家的 五档股票 只要你是我拉业的会 你就有五档股票 你就收到五档股票 或是你有去买标股日报 也会有五档股票 你看右手边有没有 三档 框起来的三档 是涨定版 连银 洪汉 跟硬石 今天三档 9.08分就涨定版 那你9点半就下班了 是不是 8分就涨定版 10分就涨定版 9点半就可以下班了 很快乐 是啊 你看 有没有问说 在跌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有涨定版 有啊 你看这个是 7月12号 波的五档股票 在7月15号 就涨定版 就两支 翘虎跟红旭 他还是连续涨了两天 是 那你看这个 跌到1000点的时候 8月要跌 104点的时候 当天也有 四档涨定 大跌的也是能够找到 这种涨定版的股票 那你8月的时候 开始反转的时候 我们跌的时候可以找得到 反转的时候找得到 有啊 你看也是 都找得到 都找得到嘛 那你看 这个是要有方法 对 不管你是跌 你也一样都找得到 你涨 找得到 你会找就自己找 不会找你就加入Lite A 没什么交流的Lite A 我Lite A每天都会给你五档股票 昨天 礼拜五给你五档股票 今天三档 涨定版 那你想要收到这个讯息 或是你要享受这种涨定版的智慧 或是要你学习这个如何 跳到涨定版股票 你会加入老师 是啊 加入Lite A 我打电话过来 好那我就会跟你说明 这个影片请你按赞分享出去 开启小铃铛 我会在Lite A跟Telegram 继续追踪 好我们谢谢许伯的分析 别忘了加入老师Lite A 好Telegram 财经检视 我们下次见 大家拜拜 拜拜 哈啰大家好 我现在人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同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 拜拜 按赞订阅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